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神疾患的一种分类跟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将近几个礼拜 将近一个月以前 我从微信上突然接到一个很紧急的微信的报 是一位很年轻的小女孩从香港打电话来 她说她正在割腕 割腕 割她的手腕自杀 她觉得活得太痛苦了 我太痛苦了 她说我想我要结束 今天晚上我要结束生命 实际上她的手上不止一次了 好多痕 我很着急 因为我一面祷告 一面很着急 因为这紧要的时间 我不能像在美国一样的处理 我必须要把握住 在她拒绝唤醒她的家人帮助 也拒绝就医的时候的几分钟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case停下来 我们再讲一讲 到底精神疾患有哪一些呢 我们常看的有强迫症 compulsive disorder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或称为OCD 就是有一些强迫的思想 一直在那里很不安的 一直重复的动作 我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学生 他一直在洗手 他甚至于把手都洗烂了 还在洗 这样叫做强迫性行为 那么很细地跟她谈 很仔细 很deep地跟她谈 我知道因为移民的家庭常常住的地方不够 大家都住在大房子里 而她被她的uncle 她的叔叔 还是舅舅知道强暴了 但是她不敢讲 她觉得自己很脏 所以她要把它洗干净 所以就不停地洗手 那么平常我们也常看到 哎呀 我在家里是不是炉子关了 我就常常去看看炉子关了没有 或者是出门 哎呀 我的车房的门有没有 车库的房子门有没有拉下来啊 已经离开家了 回去看一看啊 非常的焦虑 这样子是可以治疗的 强迫症是可以治疗的 药疗 心理治疗都可以帮助 那么我们在旁边的鼓励和陪伴也是持关怀的态度 那么要注意的是尊重个人的隐私 然后我们也看到painment disorder painment disorder是什么 就是恐慌症 她会突然的感觉到身理上有冒险 冒汗啊 心悸啊 脸红啊 颤抖啊 我遇到的case 她就觉得要发心脏病了 好像要疯掉了 要大祸临头了 要发心脏病了 躺着都坐不起来了 然后要赶快叫救护车来接到急诊室 因为她要 她觉得她不能呼吸了 那最后呢 医生又把她推给我 让我来照顾她 因为她是painment disorder 这个焦虑的情况是可以矫正的 怎么样的抛弃原来的思想 思考方式 还有经过药物的治疗 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另外一种叫做创伤后压力症后群 我们在英文叫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或者ptsd就是也是一种焦虑啊 经过很大的一种威胁性的 巨大的灾害 灾难性的事件 天灾啊 或者是人祸啊 或者是甚至于家暴 都有ptsd的感想的感觉 美国的军人里头我们发现50%的 从战场上退回来的50% 有ptsd的现象 那在中东打仗的国家 排入射利亚等等 他们经过战争洗礼 留学生回来的时候 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烟火爆竹声音 觉得好热闹 都是庆祝啊 可是他们常常是受不了的 因为呢 提醒他们战乱 提醒他们流血 提醒他们亲友的离世和房子 房子都家族通通都都炸平了 家暴我经常看到会有ptsd 比如说最近帮助一个研究生 他常常的在那里做梦 一直控制不了的做梦 回到小时候 他父亲要杀他 他亲生的父亲要杀他 这是一个主要的症状 常常回到以前 然后不断的 然后患者觉得不敢睡觉了 他的睡眠有问题 因为他怕睡觉又会做梦了 非常的可怜 然后会逃避 逃避的话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 比如说我们开车出了点状况 不晓得出了什么小车祸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敢开车的 不知道您或者是不敢搭车 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经验 或自己亲生过这样的经验 ptsd在临床上不容易治疗 不容易啊 我以前在教会里看到一位亲爱的家庭姐妹 他的先生是退伍军员 他说升起起来真是拿了 因为美国的枪支是真的拿了枪乱描的 他们真是要逃命了 这个是可以治疗的 而且能够有一些改善 有很大的改善 另外我们看到焦虑 学生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焦虑 发生了 那么他们常常有人际关系 和日常生活上面的困扰 因为这种焦虑感呢 是并不在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直很焦虑 焦虑接受治疗是相当的成效是不错的 只是照顾他的人 我们旁边照顾焦虑者的人 我们会讲到听到 他讲的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的 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是听的人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人 所以我常常提醒 情绪的传染比流感传染还快 第一个是注意保护自己 第二个是注意自己的极限 我们的限制在哪里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抑郁症 depressive disorder depressive disorder 我常常说像经过死因的幽谷一样的 这个人的脸都可以念出来 他在有depression 因为他的脸永远是愁云满命 永远快乐不起来 什么都没有兴趣 提不起兴趣来 然后体重不是拼命的下降 就是突然能增加 我看到一个高中的女孩 她很快很快就增加到三倍的体重 睡眠也有睡不着的 或者是整天想睡的 然后在运动上面 非常的缓慢 思考也缓慢 或者觉得一整天都累 躲在房间连哪里都不出去 最可怕的是她觉得一无价值 活的一点都没有用 只是做一个大米虫而已 然后呢 很自责 责备自己 什么都是觉得很负面的想法 然后呢 也没有办法专注 没有办法专心念书 然后或者是 常常想到死亡 或者是想到自杀 我不是说每一个都有 如果以上我提到 有五种的症状 而且连续的 持续了两周以上 就应该想到 是不是要请 专业的人员来帮助 因为脑部的化学物质 是不正常的分泌 我们最可怕的呢 就是常常 哎呀 我说的天花乱醉的 跟病人的家属 或病人说 病人总是跟我重复说 这个精神病呢 绝对不能吃药 因为它会控制到我的脑部 而且副作用很严重 而且呢 我会终身成为药营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说法 我的老师跟我 我们常常说 我们在今天的治疗 不是压抑我们的症状 而是修复我们的脑部 好 大部分的抑郁症治疗 是可以得到改进 但是却没有办法 得到和妥善的治疗 是因为人为的因素 然后也非常非常容易 看到的是躁郁症 Bipolar Disorder 我们会称为双脊症 就是包括两极化 躁脊跟预脊 躁脊的时候呢 有的人是非常可爱的 因为他的精力旺盛 很有创造力 然后画很多 很敢冒险 海的不得了 很会买东西 非常 但是也有一些 比如说情绪波动得很快 然后 或者是 比如说有一个学生 他发得很严重的时候 他的性的行为是泛满的 他可以上街去找不认识的人 跟他说我跟你回家 我好 他是可以随便的找人 然后呢 之后 他慢慢清醒过来一点 又觉得他很肮脏 他把全身有毛发的地方 剃得津津光光的 连眉毛都没有了 可是呢 这不是都是造奇 还有预期 预期就是我们刚刚说 像抑郁症的 重预症 预期 觉得自己没有盼望 没有价值了 然后呢 最好死了算了 就是活了就是垃圾 等等的这样的 那么常常呢 双极症 就是Bibular Disorder 常常是跟我们的基因 和环境的互动有关系的 基因加环境的互动 在十四五岁 临长十四五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会发病了 但是长期以来 我们被低估 或者错误的诊断 认为他是抑郁症 Depression 为什么呢 因为不了解 因为不了解 所以在跟医生解释的时候 在那个轻微的造奇 比如说我玩电脑 整夜都不想睡觉 那么轻微的造奇 或者是什么 都忽略了不讲 或者是医生呢 他很缺乏双极症的经验 因为双极症还分好多 对于那个精神病 他们那个对比 他不是 因为基本 知识进步得非常快 那在问诊的时候 他对比的知识 不是那么好 不算很先进 就会容易错掉 然后呢 有些患者呢 他90%都是在重瘤 就是严重的抑郁 而10%是狂躁 那么我们看到的呢 都是那90% 所以以为他是抑郁症 然后有些患者呢 我也临床看到 他会有妄想 幻想 所以医生就把他当精神分裂来治 这个有绝对的害处 有不可挽回的 damage的害处 伤害 事实上 抑郁症 应该说 躁郁症 是可以控制的很好 如果 病患 家属 一起的来努力 是可以很好 我今天要很快的讲一下 自杀 自杀90% 70跟90 都是一个症状 精神疾患的症状 女的比男的多 女的比男的多 但是男性的 比女性的成功率大 就是危险性更大 那三个族群 一个是老人族 一个是壮年 35到50 一个是青少年 18到25 这三个族群 要很小心 一次自杀不成的 我们不要放松 因为他要重复 重复到大概五次 他会成功的 要小心 那 我觉得有一个 值得我们重视的 就是 2012年的时候 也是我在Duke的老师 也是世界上 国际上非常 知名的 一位 精神医学教授 Herald Koenig 他做了一个 长期的报告 他说 如果我们经常 参加礼拜 宗教信仰 参加礼拜 自杀念头的病患 会减少75% 那这个还是 他首先提出 他现在在 国际相当的出名 可是我另外 我另外也是训练我的 叫Hover Hover Health Public Health 他们做了14年的 2016年 做了14年的研究 然后他们的比例 是更高 他们说参加 每一周都参加 崇拜的是减少到84% 那么我不是说 参加的这些聚会 崇拜就代替了治疗 完全不是 是相辅相成的 好 我的时间到了 我说 我们也许彼此都不认识 从来没见过面 也许您正在处理 处在一个病痛 和失望当中 也许您感觉到 您的生活 好黑暗 或者是您最关心的人 他正在遭受 精神病患的折磨 我想强调 在这里强调的是 您或者是您的亲友 其实一点都不孤单 因为我很愿意 陪各位走一程 今天的这节目 很盼望您的处境 可以连起来 也能够成为您的鼓励 安慰跟盼望 而且能为您带来 一个新的方向 这条治疗的道路 很艰难 起初的 我说起初一程 好像要爬行一样的 千万不要放弃 也不要自己停药 因为之后 我们可以慢慢的站起来 最后 我们就可以放开来奔跑 一直跑到我们光明的一面 人生的道路上 我说加油 不要放弃 谢谢 小时候 我说你能够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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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来 是什么 感谢观看